因为疫情影响许多人的经济 南投县国民党部及善心团体 日前一同募资 要帮助乡内比较弱势的民众 受惠的一共有65户 希望能借由物资的帮助 让民众度过疫情期间的难关 新冠疫情影响到很多人的经济 国民党县党部结合善心团体 一起举办你我息手及关怀 抗疫之路不孤单的活动 期望借由活动来募集民生用品 给在疫情间受到影响的民众 指示活动马文君立委以及许立委 也都捐赠现金来购买物资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入股乡各界 在举办110年度 你我息手及关怀 抗疫之路不孤单的活动 我们入股乡总共筛选了65位 比较弱势的这些家庭 他们在疫情当中 这个收入减少了很多 所以我们想用借这个机会 结合我们的爱心团体 一起努力来帮忙他们 这次疫情的关系 生活上的比较穷困一点的 或是比较需要的东西 有的工作受到影响 因此没有工作 而且收入也非常的少 有时候无法维持运作 因此今天我们结合 南投县党部 还有陆古乡党部 还有募一些 食杉机构的物资 来发放给我们陆古乡 乡内里面的 对于生活上一些必需品 有比较缺滑的 缺少的 或是有需要的 此次的民生物资 非常丰富 有泡面 卫生纸 白米等等 民物资的民众 只要带着印章身份证 就能够钱来领取 如果有不方便 来领取的民众 会有利鬼服务处人员 帮忙把物资送到民众家中 这些寄住的物资还蛮多的 那如果他们自己 能够携带回去的话 就由他们本人来带回去 如果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结合许舒华立委 以及马文金立委服务处的 一些同仁 还有我们村长 一起帮忙 把他们带到家里 陆古这边的党部 以及结合民众服务社 去募集了许多的一个 爱心物资 那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能够提供给我们陆古 还有许多需要的边缘户 以及受到这时间经济影响冲击的人员 虽然许多人受到疫情影响 人间还是处处有温情 也让需要帮助的民众 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更希望这些善心人士 微薄力量 能够让大家一起度过难关 记者双清福乐部乡采访报道